刚刚我们通过我们scrap里面的cookie debug 大家可以发现 当对方服务器想在本地设计cookie的时候 它是通过一个叫做cookie那个键来设置的 我们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键 它其实就是response里面的一个键 我们看到当我们要登录 登录这个1236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请留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上面我们要输入用名码 点击这个图片 然后点一下登录的时候就成功了 那么请留到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UI就是对方服务器 是没有我们本地设计cookie的 因为我们最开始是有cookie的 所以为了看到效果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页面给它关掉 然后重新的新建一个无可能的浏览器 再打个检查 那这个时候我们相当于干什么呢 相当于就是在模拟我们的爬虫 或者模拟我们第一次去请求 没有cookie的情况下 是什么样子的 完了,地址不见了 地址是1236 我看这1236记者是什么 我们在另外一个乱七里面打开一个 多个一颗尼尼尼尖对吧 复制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最开始 在没有任何cookie的时候 我们使用这个地址是没有带cookie的 对不对 对方服务器也是能够正常响应的 对吧 这地方response是这个样子 然后在这个地方对方服务器 就开始摄着cookie了 对不对 通过setcookie这个字段 就摄着cookie了 对吧 当然就算对方服务器摄着cookie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我们可以从session 就能够自动接受这些cookie 对不对 或者从scrap呢 也能自动接受这些cookie 对吧 然后呢 起动之后呢 我们这些gsss都是不用看的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呢 这还没有响应也不用管它 我们先往后看 最后这个地方有个umtk 对不对 它提出我们什么呢 用户未登陆 对不对 这样一个信息 它干什么呢 它发出这个post的请求 对吧 那post的是什么呢 post是这样一个apidotn 对吧 这个应该是不会变的 这个otn 也不特殊 对不对 这个时候对方服务器呢 当我们postpost的时候呢 对方服务器也是在我们本地上的cookie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UIG呢 我们也是在使用 我们scrap也好 或者requestmore也好 去进行登陆的时候呢 也是应该请求的 对不对 那请求完了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是干什么呢 后面它就开始去请求了一下 我们的验证码的地址 对不对 验证码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取得验证码地址之后呢 如果说我们使用我们session 戴上之前的cookie去请求的话呢 也就一样可以请求成功 对的话呢 里面有些参数 这些参数我们讲过 后面这个字段呢 它就是一个随机的一个数 对不对 变或者不变都无所谓 前面这些字段都是不变的 对不对 对呢我们拿了图片 拿了图片之后呢 对呢可以干什么呀 是不是可以去 获取这个图片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识别人嘛 对不对 识别完了之后呢 识别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之前讲过 我们使用达码头就可以识别出来了 对不对 那识别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在这里输入用密码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这样一个请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请求 这个请求干什么事情呢 它有这样一堆数据 返回来看见了吗 是不是有这样一堆数据啊 这个是cookiecode对不对 还有DFP对吧 这两个字段也非常重要 这两个字段对方服务器 通过这两个字段也会 往本地设计cookie 然后只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显示出来 只是在这个地方 Response点 Teles里面没有显示 但是通过这个地方呢 对方服务器会往本地设计 这两个字段的cookie 这两个字段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把cookiecode的 和DFP拿到 然后之后呢 把这两个cookie呢 对应的设计在我们本地 设计在我们sender里面去 那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现在我们输入错了密码 那点一下下面的药片 点一下登陆这个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 他首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是不是 验证码识别呀 CAPTCHAK 识别我们验证码是不是对的 这个地方呢 Answer, Loginside和Random 这两个人肯定是不会变的 就这个再变 这个我们通过达码平台 就能够识别出来 所以不用管 对方服务器 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我们验证码输错了 对不对 输错了 重新再输一遍 鼠标盘 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登陆 这地方我们验证码应该输入对的 只是用户名输错了 密码输错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输入了我们的 验证明密码之后呢 他进了一次check check之后呢 对的一次响应 其实我们验证码成功 对不对 是不是验证码交易成功呀 那么验证码交易成功之后 他做了什么呢 做了这样一个login这样操作 login这个操作是干什么呢 输入我们的用户名密码 以及APPID APPID应该是都不会变的 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post的地址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先是进行验证码的检验 检验之后呢 进行登陆 对吧 在验证码解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对方服务器呢 是并没有往本地市的cookie 对不对 并没有往本地市的cookie 在这个地方呢 他进行了这样登陆 然后呢 其实我们密码错误 那现在我们输入一个正确的密码 来看一下 正确的密码是什么呢 冰箱和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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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震动 冰箱震动 又错了 棉棒和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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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两个是吧 又错了 海鸥和口哨 海鸥和口哨 哪有口哨呢 没有口哨啊 好成功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 刚刚这个地方 他是进行这个carp test check 对不对 他太快了 他进了这个carp test check check之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 他这个地方肯定是成功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登陆 登陆之后呢 他会跳转 对不对 跳转之后 跳转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 是这样一个 就是log in这个地址 对不对 但是302了 302是什么意思呢 他会把它重影响到这个URL地址上面 所以他请求这个URL地址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URL地址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塞了一个cookie在本地 对不对 塞了一个cookie在本地 这个response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URL地址如果说 这个session 阶层GS session 这个ID的话呢 非常重要的话 我们应该请求他 对不对 那请求完了之后呢 他又干什么了呢 他又请了这个地址 看一下吧 UMTK这个地址 UMTK这个地址的话呢 对应到我们的 也是之前的APPID 等于OTN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肯定也会提出我们 到底登陆还没有登陆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请求这个地址的时候 他就是告诉我们登陆成功 还是没有登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他肯定也会告诉我们 这种成功还没有登陆 那Data会给我们返回这些值 对吧 然后之后的话呢 他又请到这样一个地址 请求这个地址的时候呢 虽然这个地方看到 是没有Data的 对吧 但是我们 是取用request模块的时候 会发现那里面 是有内容的 比如说他会把这样一个cookie 设置在本地 这个请求呢 也是必须得请求的 对于他有些访问内容 访问内容的时候呢 那个访问内容也非常重要 然后呢 就拿了他之后呢 再去请求我们的 这样一个地址的话 就能请求成功了 那当然当前这个地址的话呢 他重新向到了 重新向到哪个地址的话呢 重新向到哪个地址呢 重新向到哪个地址呢 重新向到这个地址 就是这个真实的地址 这个真实的地址呢 就是我们带上这样一段cookie 就能请求成功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首先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请求的地址呢 是这个地址 请求完了之后呢 我们请求这个UMTK 请UMTK之后呢 请求验证码 识别验证码 当然识别验证码之前 我们可以请求这个地址 因为这个地址 我们刚刚看到也非常重要 对不对 我们讲了里面有几个四段呢 非常重要哈 可以所以先 可以所以先请求这个地址 再请求验证码也是可以的 相当于请求他的话呢 我们能够达到非常有用的 这两个验证码 验证码非常关键哈 然后会进行一次CAPTA CHECK 确实验证码成功还是没成功 成功之后呢 我们应该进行登录 对不对 登录之后呢 我们应该去请求 登录之后跳软这个地址 但是这个地址 也是个POSE的请求 那请求成功之后呢 对方给我们返回一些响应 这个响应非常重要 响应之后呢 拿这个响应 我们再去请求一下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对应的 对方服务器也要给我们一些返回 他都是POSE的请求 然后返回的对应的字呢 也非常重要 他相当于也是在设置我们的COOKIE 那设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请求 再跳软之后的那个UR地址 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登录成功了哈 其实到这一步 就已经登录成功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POSE的请求 发出去之后呢 就成功了 这是这个地方 然后对应的话呢 我去 我会把我的这个 登录这个过程呢 放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HUB上面去 大家到时候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行一下 今天这一天的复习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刚刚我给大家演示 123M那个地方内容 完全就是 在飞行游览器在干什么 对不对 游览器怎么干的 我们知道他做一遍就完事了 其实并不是特别难哈 今天我们学的 这是一个day什么呀 10的 就10天的 对不对 就剩下两天了 我们这样一个复习 那么首先我们学的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写一个程序 是那个苏宁图书爬虫呀 在这个盘中里面我们两点 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 第一点就是 数据重复 怎么办 那么第二点呢 是什么呢 UR地址 GS生成的 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两个地方呢 特别特别关键 大家后续可能很多时候 都遇到这两种情况 所以大家需要知道 要怎么去处理 数据重复呢 怎么办呀 我们是不是对应的指 需要干什么呀 使用deep copy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大家需要知道 在哪个位置deep copy 对不对 需要知道在哪个位置deep copy 要怎么办 怎么才能知道呢 就是要么得明白 为什么我会数据重复 对不对 那么 就是后一次 循环的时候 会改变前一次 循环结果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如果使用scrapping的话呢 它是这个item呢 同时在被操作 而且呢 而且 使用的item是同一个地方的item 使用的item 来自同一个大分类 对不对 而且使用的item 来自同一个大分类 就是后一次循环的时候呢 会修改前测结果 为什么会修改呢 如果前测执行完了 当然不会修改 对不对 那前次它往往并没有执行完 而是在 同时被执行 对不对 可能前次item呢 在下个节目的时候里面被执行 那后一个 后一个循环还在进行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互相的影响 对吧 因为他们寄生是来自同一个item 所以就会互相影响了 解决它的方式呢 就在我们去医药的一个请求的时候呢 去使用deep copy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么对于地址 是通过记者生存这种情况 会怎么办呢 这个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寻找规律 对不对 寻找规律 这个规律是什么地址 什么规律呢 就要这个规律 对吧 规律 规律 那么除了这个规律之外呢 还往往是什么呢 在响应中 会有当前的叶码数 和总的叶码数 不然我们这个程序 不然我们这个 对方的这个流量 不然我们流量器本身 他也不会知道 到底该不该翻译的 对不对 肯定在响应中是有 当前叶码数 总的叶码数的 对吧 他才会通过GS去生成这个U2地址 如果说当前这个叶码数 不小于他的话 那么GS呢 就不会去生成这个地址了 就请求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数据呢 也是在响应里面就有的 就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找一下 那么这是苏林一个 苏林的图书这个爬虫 但是爬虫 讲完之后呢 我们讲到什么呀 是我们的Cross Valor 对不对 那首先大家需要知道 如何如何使用 对不对 怎么使用呀 第一步 是不是创建爬虫呀 怎么创建呀 Scrappy 金Spider -T Corona 对不对 加上什么呀 爬虫名 对不对 然后后面加什么呀 哦 聊Domain 对不对 车促进海网络之后干什么呀 车口网络之后干什么呀 是不是完善我们的Rules 这完善Rules 完善 然后之后呢 是不是把我们Cobac写完就好了 就相当于也是完善我们Cobac 这个样子我们就相当于把我们的CrossWallet 给学习完了 那么在中间我们其实发现 创建这个命令非常简单 没什么好讲的对不对 那么直递斯大URG大家都会 对吧 我们得判断响应里面到底有没有数据 有的话才应该把它做斯大URG 没有的话呢我们不应该用它 那么之后呢我们应该完成我们的Rules 那Rules里面呢 每条内容都是什么呀 是每个每个内容就是一个大写的Rules呀 首先它是个原组对不对 原组我们都放上面哈 原组 然后每个原组里面呢 每条数据的都是一个Rules 每个Rules里面有几个参数 一个叫做Link 一个是Tractor对不对 还有什么样 Cobac对吧 还有Follow 这样子三种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 首先进行提取器它是干什么呀 可以通过 规则提取URL地址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用的规则是什么呀 是不是Allow这个参数呀 Allow表示告诉我们什么呀 使用正则对不对 就是正则提取对吧 正则去提取 当然我们后面还会讲自己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Restrict 那么对于Cobac是什么呢 提取的URL地址的响应 会交给它处理对不对 那么Follow呢 Follow是什么意思呀 响应会继续被Rules 提取URL地址对不对 是不是会继续被它提取啊 这是被啊 那通过之后的 通过刚刚的学习 大家能够明白这个CrowSpider用场景吗 CrowAWCrow 什么时候会用CrowSpider啊 场景 首先第一个URL地址的规律 我们得能找到对不对 地址的规律 能够通过正则表示 是吧 如果它非常非常复杂 对不对 也规律不明显 那这个时候我们使用CrowSpider 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那这是当前我们学习的 是正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 那后面我们还会学习Restrict XBus 虽然这个URL地址呢 通过正则不好匹配 但通过XBus呢 可能它会非常非常好匹配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的 就去使用XBus来匹配 对不对 那是通过正则 或者XBus 能够表示出来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我们往往会在 我们的这一堆Rest里面 写多CrowBug的时候呢 它是不能够在CrowBug中间 传递参数的 对不对 多CrowBug不能传递参数 那U的什么呢 意味着最终那个页面上 以我们想要的全部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使用CrowSpider 对不对 就是最终页面 有全部数据 时候使用 那么当然如果它没有的时候呢 在 在怎么办呀 CrowBug中可以自己构造请求 对不对 手动 构造请求 这地方能明白吗 CrowBug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手动 手动构造请求呀 所以说我们可以配合我们CrowSpider呢 和我们的 EA的Scracker Request的这种方式一起使用 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CrowSpider里面呢 有这样注意的点 注意点 首先 第一个我们的 Pars还是不能写呀 不能定义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定义 非常清楚 因为它有特殊用途 对不对 我们定义的相当于把 Full的用途给替换了 对吧 那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就这一个地方 不能 得特别注意一下 刚刚我们说的Follow和CrowBug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时候用Follow 什么时候用CrowBug 因为CrowBug和Follow呢 它是可写可不写的 你也可以不写 不写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然后Follow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可以写可不写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 整个的 我们整个程序呢 它和我们之前的Scracker Request 区别就在于什么呢 一个是没有Pars函数 一个呢 是什么呀 它是继承字 继承字CrowSpider 对不对 这样类的 之前我们继承的Scracker Request 对吧 那这CrowSpider 之后我们讲了什么呀 是不是现在中间键呀 再中间键 中间键 我们就讲两个内容 第一个Process 什么呀 Request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Process Response 那么Process Request 干什么呀 处理请求 对不对 所以请求我们可以看什么 添加随机的User Agent 对不对 然后添加Cookie 或者添加这个IP 添加IP 代理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里面做呀 那Process Response 就是处理响应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 处理响应 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Return 对不对 是不是需要Return 一个Request 或者说呢 一个Response 对不对 或者说一个Arror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不需要Return的 对不对 只能使用的话呢 其实非常简单 比如添加User Agent 或添加代理呢 都是使用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干什么呀 就是Request .headers 什么呀 是不是User Agent 这个键呀 添加一个内容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添加代理的话呢 我们是什么呀 Request.meta.proxy 对不对 添加一个键 是不是就好了呀 就是IBT只在端口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使用代理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那么之后呢 我们讲了什么呀 是不是登录呀 模拟登录 模拟登录 三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携带cookie 登录 对不对 怎么怎么用呀 是不是scrap 构造请求的时候 构造呀 Request 然后UR地址 callback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cookcase 等一个字典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难呀 把字典放进就完事了 对不对 不需要做偶尔的事情 这个地方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它让cook的手 不能 把cook放哪 hats中 无效 没有效果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是可以干什么呢 使用form request 对不对 那具体使用是什么使用呢 就是scrap 什么样 form request 对吧 然后呢 里面参数 也是UR地址 然后呢 form data form data是什么呀 form data是不是一个字典呀 然后还有什么呢 callback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呢 form data 就是什么呀 就是请求体 对不对 能明白吧 form data就是请求体 这个能明白吧 然后还有callback对不对 那么这三种方式是什么呀 form response 就是自动的寻找form表单 对不对 自动寻找form表单中的action URL 就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scrap 这样form request 对吧 然后URL地址 还有没写完 叫form response 对吧 然后URL地址 不是URL地址 就是response 对不对 自动从中寻找 然后呢 还要给它传一个form data 对不对 也是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呢 就比较少一些 然后还有callback 比如想一下个水冲里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样 咱用就可以了呀 那么这是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大家可以下课之后呢 把上课说的那些练习 给练一练 大家下课吃饭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